王毅8月2日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模特王毅在微博发表声明回应合约问题 他表示自己从未私自召开公司参与任何与模特经济相关的活动 并指出他暗和约参加深月安排的活动后却没有收到酬劳 为此他还向对方进了律师行再没得到反馈 并对深月在自己形象受损释发律师函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沉默不代表默认事实真相大于舆论风向 王毅个人声明个人声明炎炎相遇 于情混滚本不想做出任何回应 但更不愿被无端指责 这是我针对合约的最后一次网络公开声明 网公司能以克制谨慎的态度处理我们之间的纠纷 不要妄图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增加打资更不要以网络公开的方式浪费社会资源 让真正需要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被网络暴力淹没 我与上海深月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接连于去年天使之路参赛期间 我原来的经济全约在上海阴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后来通过协商 我们共同签署了三报协议 合同期间深月成为我的独家经济公司 但阴谋通过未授权的方式 取得我的模特经济约 节目结束后 我按照合约参加了深月安排的活动 但是却没有收到酬劳 之后我的工作几乎都是由阴谋负责安排的 我从未私自绕开这两家经济公司 采与任何与模特经济相关的活动 今年5月我与深月签署了 关于第二季专家合作事务的协议 按计定我免费为天使之路第二季宣传后 深月会把之前拖潜的工作酬劳支付给我 而活动结束后至今 深月依然迟迟没有支付 为了维护深月的形象 我通过律师向深月寄送了律师行 希望深月能履行合同义务 私下与我沟通 协商 若无法协商一致 我们任何一方都可以按照合同约定通过诉讼解决 但是深月没有给予任何反馈 近日 我无端陷入舆论的漩涡 公司不但没有对这些不实信息做任何辟调 反而是在网上留言四起 愈演愈烈之时 突然公开发出这样的声明 弄得沸沸扬扬 吵闹不休 对深月的做法我难以理解 伤心不已 如果深月面积我们仍在经济合约期内 为什么不在此时此刻为我伸张正义 维护我的形象 却在这个风口浪尖 把我们的纠缎公主于是 希望网上关心我 关注我的朋友们 把这件事留给我与深月或私下或诉讼的方式来处理 不要在网上持续发酵 我的事情占用了大家的时间和精力 实在告歉 但我相信亲者自清 没有是十一句的谣言 都经不起时间的乱政 未来的路还很长 不论是合约事件 还是其他事件 都会使我快速成长 打不倒我的 都会让我更加坚强 最后 感谢一路帮助我 关心我 爱护我的粉丝 有你们的信任和陪伴 才有今天的我 十分感激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